大家好 晚安 接著群眾現場 我們帶您來直擊到的就是大陸的首艘 自製航母福建艦當然動態是備受關注 而現在根據上海海事局一個最新的公告 明天7月3號將會有大型船舶 深水航道的交通管制 好 現在呢 軍事專家就比對一下 先前兩次海事的時候也是發布的航行警告 這個用詞是蠻類似的喔 所以現在外界就研判 可能福建艦即將就在明天7月3號 進行的是第三次的海事 這一次海事的重點外界關注 是不是會測試殲-35艦載機 甲板的起降是受到矚目的 海軍前艦長呂理師 他現在就分析說 這一次的測試重點應該是跟 這個補給艦艇的演練 還有這個操演是有一些關係的 另外也有可能會進行的是 戰機的觸地重飛 好 回過頭了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2023年12月 就是在去年的12月底的時候 就我們民眾拍下這張空拍圖的照片 這是根據微波上流傳的這個畫面 有民眾當時是搭乘的民航客機 就在空中在這個上海當地的港口 就拍到了這一張照片 可以看到福建艦的加板上頭 除了有測試電磁彈射系統的小紅車之外呢 又多了一架體型比較小的戰機 好 當時軍事專家就根據這個戰機的外型 來研判認為說 它可能就是殲-35戰機 也因此被認為說它就是福建艦的艦載機的機率是會蠻高的 而在上個月就是6月11號的時候 福建艦第二次海市當時也引發了一些關注 因為這一次的海市的時間蠻長的有20幾天 而根據衛星的照片 當時陸媒就有分析說福建艦展現的是這個機動性非常好的一個性能 因為有包括了海上大道車 還有極轉彎跟Z字型的轉向 好 陸媒就評鑑說這個第二次的福建艦的海市可以看得出來 福建艦它在機動性的應對是蠻不錯的 而且這個試驗的地點是在黃海的北部 不是在過去在上海這邊 因為這個專家就分析說 這個地點是比較封閉的 所以如果說在試驗的時候 美日海的偵察機也是很難窺探福建艦的詳細的一些情資 好 不過來看到是另外一艘也是大陸的航母是山東艦 這幾天就被發現說它現身在飛國旅宋島的外海 大陸媒體這樣解讀認為說是要捍衛主權 原因就是因為中飛之間在南海這邊 頻頻有一些主權上頭的爭議 而且對峙跟衝突的次數是越來越多了 好 另外根據日本媒體的報導說 日本和菲律賓現在要建立的是 姐妹部隊目標就是要加強 日本海上自衛隊還有飛國的海軍 在南海這邊的合作 要遏止解放軍在南海頻繁的行動 當然現在這個對抗的意味可以說是非常的濃厚了 好 另外來看到的是也是解放軍的軍武 這是殲3E型的戰機 最新有一個亮相的片段 這是大陸的省飛公司發布的一段最新的影片 介紹公司的發展歷程 另外也以電腦繪圖的方式 依序列出研製過的型號 其中包括了殲11號殲15等等的戰鬥機 另外古音戰鬥機的CG模型上頭 標注的編號是J31B 所以外界就認為這可能就是殲3EB的所寫 影片裡頭特別標出的是殲3E的戰鬥機 從這個模型上頭來看 新增側面是有彈艙 另外也配置了兩枚空對空的導彈 目前各國的隱形戰機 大多是採用內部彈艙 以減少雷達反射面積 這也是全球隱形戰機首次出現的創意設計 而未來的殲3E可能是解放軍的空軍自用的型號 相比於海軍使用的殲35 它其實設計上也去掉了 艦載機彈射起飛的起落架的設備 空重是比較小的機型的外翼也有一些耕動 這次的影片也讓軍事迷一窺說殲3E這個型號 其實真的是存在的 另外也有殲3EB的改進型號 好 來看到是東北亞局勢 在這幾天是相當不平靜 因為北韓的朝中社今天就報導說 在昨天成功試射可以攜帶的是 4.5噸級的超大型彈頭火星砲 11柄4.5導彈 也是北韓第一次公布發射可以攜帶 超大型彈頭的戰術導彈的消息 據朝中社2號的報導 朝鮮導彈總局昨天成功試射 新型戰術彈道導彈 該導彈可以攜帶4.5噸級的超大型彈頭 報導說在此次的試射當中 該導彈攜帶重型模擬彈頭 驗證其在500公里最大射程 和90公里最小射程中的飛行穩定性 和命中精準度 南韓軍方南韓的聯合參謀本部 在前一天上午就探測到了北韓 發射了兩枚彈道導彈 初步研判就是火星11型短程彈道導彈 南韓也指出其中有一枚導彈的飛行距離 僅僅是120多公里 發射最後是以失敗告終 而最後的南韓軍方在2號的時候 在經濟道和江源道的射擊場 也投入了K9自行火箭炮等等的武器 實施實彈射擊演練 現在兩韓雙方都是很明顯的 在升高各自的威嚇力 好 另外來看的是美國總統大選 現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當地時間1號 做出一個歷史性的裁決 他們認定說前總統川普 在上個任期結束之前 部分的刑事可以享有豁免權 這等同是清除了川普 他競選之路的司法路障 也就是國會山莊暴動案的審訊 好 这也代表著川普競選之路 少了一個非常大的阻礙 但是對於最高法院的這個最新裁定 拜登在台灣時間今天清晨 就在白宮召開了記者會 他第一時間抨擊任何人 都不應該凌駕於法律之上 剛剛在辯論會中大獲全勝的川普 再次贏得選前大禮包 如他所願 美國最高法院7月1號 以6比3的票數裁定 川普任期結束前有部分形式 可以享有起訴豁免權 對於積極爭取重返白宮的川普 堪稱一大法律勝利 也就是說川普在今年11月的總統大選前 可能不必再出席2021年發生的 國會山莊暴動案審訊 不過三名投下反對票的自由大法官批評 這項裁決如同給總統上唐的武器 投號政敵拜登則批評 這項裁決開出了一個危險的先例 這是拜登在慘不忍睹的辯論會後 首次公開發表談話 而民主黨內在辯論會結束後 開始出現換下拜登的聲浪 連紐約時報編輯委員會都發聲 要求拜登退選 不過民主黨內向前眾議院長裴洛西 以及許多金主都表態支持拜登 家人也都力挺拜登選到底 美國第一夫人急而登上時尚雜誌Vogue封面 在當地時間一號專訪中表示 他不會讓辯論的90分鐘 定義拜登擔任總統的4年 強調他們會繼續奮戰 拜登的大金主摩根則喊話 應該要朝了拜登的高級幕僚 因為他沒有確保拜登處於良好的身體狀況 而且過度訓練他 因此川普才會佔上風 另外根據彭博社爆料 民主黨正在考慮提前在7月中旬 正式提名拜登來平息風起雲湧的緩燈潮 介紹綜合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日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Boot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Bootseal feel good 請見你 請見你 閒獄